看一下他 弟弟買車那一集我的結尾 我跟我弟弟一個帥一個漂亮 結果大家都只看斗宅 還有人說 欸為什麼一隻狗興奮到可以發出豬叫聲 看一下他 給大家看這裡就是一個雞腿 今天呢我回來我宜蘭的家 是因為我一樣開了一台 B&W 220i Edition M的版本 要回來 要給 因為黃哥呢就在上個月 他剛花了125萬 買了一台美規車 是B&W 428i M Sport的版本 我就想說 欸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如果你有一筆預算一百多萬 你想買B&W 你會怎麼選擇 你會像我弟一樣 買一台二手的美規車 還是買他原廠的總代理 這是比較入門的版本呢 我們今天就一樣 先去黃哥他一邊工作 我們也等一下一邊去訪問他 分享一下說 有一些大家對於黃哥的疑問 我也會一併去問他 很多人就說 黃哥怎麼存錢的 黃哥做什麼事業 為什麼可以賺那麼多錢 其實我也很疑惑 姐姐我開二手mini 甚至請家蕩產 為什麼黃哥這麼有錢呢 我們等一下直接去問他 怎麼樣 大家是不是期待這一卡有黃哥 沒有 還是只有我 我剛聯絡他我就說 欸 黃哥趕快出來試駕 220i最新的Edition M版本 他就說 欸 沒空啊 工作 看看人家 黃哥很努力工作 對於他的購車啊 選擇 我們給予尊重好不好 不要再說他是媽寶 或是什麼 全都阿公輸了 其實我弟弟看得很難過 我也是滿難過的 就是有點在否定了他的努力啦 好 旁邊就是我今天開回來 原本要給我弟弟試駕的 220i Edition M 我覺得當然車款 他每個世代更新的外觀設計 真的不一樣 220i Edition M 他就是符合我們2021年現在的審美 這個 顏色 折現 外觀 我的菜 那這一次試駕到的 他真的是有點鐵灰色版本 然後這一次220i呢 Edition M就跟大家說一下 他的售價是199萬 然後現在這台車 你上面所有看到的 都是這199萬 裡面所含的內容 全部都是標配 剛剛我們講到這台車 他名字是220i Edition M Edition M 顧名思義 他很多M的套件 直上 下早流 整個下巴 變得很寬大 很霸氣 而且這台車 他還是有給你高光澤黑的套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箱護照 我覺得黑色整個包框起來超好看 比起之前的度跟的飾條 這個更有現代感 然後旁邊一樣 他的這個燈組 Angel Eye 遠遠的你就知道 是一台VNW 啊 這卡圈 我也覺得還不錯 那它是18吋的 如果是我 我是車主 我一購入這台車 我應該會升級到19吋 可以整個把這個輪拱填滿之外 也會更帥氣 然後這卡圈它的設計 五幅式 其實是帥 但是我會希望它 很多幅一點 或者來個雙色切削 會更加撐得上它的霸氣 中間腰線一樣上來 兩條線匯合 一條兩條 延伸到車尾 整個車側我非常喜歡 尤其這一台我們講的 它是2GC Grand Coupe 看看它的帥氣 還有使用機能之間 能不能取得一個完美平衡 無框窗設計 其實呢它的門 打開角度 其實算大 但是視覺效果上 跟我們實際要坐進去的感覺 會覺得入口比較小一點點 可以看到我坐進去 是要曲進來坐 你的車門側邊 它是開得比較斜 有設計感的一個車門造型 這裡會比較難進來 可以靠手的地方啦 也是比較外凸 所以你變成你要翻山越嶺 這裡還有一個凹陷的盆地 後面呢就是我 私心比較不喜歡這台車的一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它的屁股很像我的 三層肚肉 雖然尾巴呢 我不喜歡它的外觀設計 我覺得比較撐不起它車頭的霸氣感覺 我很喜歡它的燈組設計 它這個燈組我自己覺得很像那個高跟鞋 有沒有紅色高跟鞋的感覺 還有它的這個小鴨尾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我覺得很好看 小鴨尾 燈組還有這個 這個我剛看呢 它是沒有孔洞可以穿透 它就是一個類似空力套件的存在 但我覺得真的有點對到畫龍點睛 讓它整個屁股線條感的設計 雙出圍觀 美麥 唯一就是我不喜歡這個三層肉設計 趕快上車 好熱 免鑰匙棋皮系統 這我最喜歡的 直接優雅上架車 然後進來 我趕快先發動 然後這一次呢 它的雙前座 都是這種配跑車式的同意 它的駕駛座還有附兩組記憶座椅 但是我會更希望說你的座位記憶好了 我可不可以連方向盤都幫我設定好了 因為一個set嘛 大家身高不同方向盤的高度 這種距離也會不同啊 然後呢 坐進來剛剛有講到 它雙前座是配這種類跑車式的同意 很帥 喔 我很喜歡這張椅子 真的很好看 阿肯塔拉 雷吉皮材質 然後藍色的側縫線 M-Sport的這種感覺 那個感覺很好耶 尤其它旁邊的按鍵 可以去調整中間有一個搖靠 去支撐 我們女生就是很多時候生理起來 腰會很痠很痛 或是像我一樣 一直環島的人 你們就會知道 椅子能不能幫你減輕你的負擔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很喜歡這張椅子 還不錯 但是我剛剛發現它唯一的缺點 就容易卡 灰灰 你看 我明明沒有很髒 就是灰灰這個東西 而且就是你過不太掉啦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個 已經可能要隨身帶那個黏黏滾筒 可能會比較乾淨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今天拿到車的時候 就是一些灰灰的東西 所以它整個車內還是有呼應 它車外剛剛講 Audition MM款的套件 真皮方向盤 它的手感是比較粗的感覺 裡面的車縫線 然後呢 換檔撥片也是直接給你 所以如果你就是喜歡 待遇感受的人 這一個方向盤 我是蠻喜歡的啦 但我會更希望 給我平底切削 然後帥一點 或是多一點透氣孔洞設計 因為我本人夏天到了 比較容易流手憨 然後呢 10.25吋的數位儀錶板 跟10.25吋的中控觸控螢幕 都算大啦 還不錯 我覺得都算蠻大的 支援無線Apple CarPlay 我手機在這邊 Apple CarPlay也接著 也算非常方便 你設定好之後 你一上車它就自動接上 不用再像我們 傻傻的 剛才帶線來 然後無線充電板 所以我覺得是蠻聰明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但是 如果你手機跟我一樣 是iPhone 12 或是甚至更淡 什麼Pro Max什麼的 或是你手機殼比較厚一點點 會比較難去找到那個位置 所以就是要熟悉一下 整個測試氛圍 中間 然後中間冷氣出風口 我也是蠻喜歡這樣的設計 有冷有角 無銀它外面 外觀的那種線條設計 然後類金屬試條啊 類鋼琴烤漆啊 這種整個質感非常好的 唯一我比較疑惑的是這一條 這是什麼 就是它是看了一下啦 它是可以讓我們設定一些功能 然後你可以快速換出 但我老實說 我就會設定完1到8 我永遠不會記得1到8是什麼 我就可能會按按按 5是什麼 5是什麼 6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是把一些常用的按鍵 整合起來 放到這個給我 什麼冷氣啊 什麼 車輛狀態什麼 整合起來給我用 那1到8我跟你講 如果我是車主 我絕對不會用 如果你們是車主 你們會使用嗎 歡迎留言跟我說 就是建議我一下 讓我不要那麼那麼廢 真的1到8還記不起來 整個220i 它的Addition M 車內的氛圍 車內的感覺 我自己非常喜歡 剛剛講到這一塊 我們以為是金屬試條對不對 旁邊 車門也有 它其實裡面呢 它有這種燈條有沒有 它可以設定你的環倉氣氛燈 很多顏色可以做選擇 然後連後面 後車門也有 很好看 我喜歡環倉氣氛燈 美拜 好啦 我們現在環哥 他工作應該已經告一個段落了吧 我們趕快去找他 讓他試駕看看 就 後車顯影 我覺得非常不錯 然後再加上盲點偵測 而且 來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的旁邊的後照鏡 它會自動往下去照 我覺得後照鏡會自動往下去摺 去讓你看清楚地板上的狀況 非常好用 這個功能給你個讚 我們現在在這邊找環哥 他送後送到一半 哎唷 呵呵 環哥 欸欸欸來來來來 腳趾坐給你坐 雙前坐電動座椅 先給你坐 然後啟動扭在那邊喔 對啊 因為我想說環哥他的車 他是2015年的4200i 那時候的科技配備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你走走看 一樣一百多萬 這一台一百九十九萬 標配 走走看 很帥耶 阿肯塔拉 同意 對啊 而且你看 是位移標本 我科技感蠻重的 那你會就此嫌棄你的車嗎 腰靠可以設定 他還可以設定你蝴蝶翼 夾你的那個頸部 夾腰嗎 對啊 可是我那一台也有 你那一台也有 對啊 你那一台有 然後他 盲點是標配嗎 對啊 這就標配啊 HK也是 欸 對啊 如果你有兩百萬 你要買這台 還是買你那一台 如果你現在有這樣的錢 那兩台讓你選 一台是五年前 可能上個世代的感受 我覺得G世代跟 剛才是好像有落差耶 有落差 之前沒有實際摸過的G 就覺得在電腦裡面看就好像落差不大 實際摸起來 對 團哥才剛牽車一個月 啊你就想換車了對不對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我就說科技感有差 有一點的耶 黑色頂篷 也是標配 滿意嗎 那個原廠導彈也是標配 也是標配 厲害 而且他還無限Apple CarPlay Apple也是標配 無限的 你看他臉都歪 你看他還不錯耶 怎麼辦 我們換車了 178匹 馬力 馬力小了一點 對小了一點 因為畢竟他二系列 他178匹 但這一台他配藍色卡鉗 給一定好 一些M系列套件 M卡也是標配 對啊 M卡鉗 然後這個框 這個是最前 最六 他也是M的框 很轉向 因為黑色很轉 他原廠就 低控帶了 那也不用帶了 另外花錢 原廠就是這個 它只是裝飾 所以我覺得蠻好看 然後燈蠻好看 我覺得他這裡就是空了 我覺得如果屁股 他也太... 跟我的形容質一樣 我覺得如果屁股太壓縮一點 線條跟密集都好看 果然我們騎一下的神美 也真的差不多 我弟也覺得屁股不好看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後座 我不會頂到 我就說吧 連環哥跟我一樣高的 都會頂到 身高幾公分來 180 屁 環哥跟我差不多啦 我們就是170這個Range 最後問你一句話 那你要換車嗎 過兩秒 過兩秒 你一樣想要BMW啊 但是想要直上保持肩 他還真的給我考慮耶 你有錢保持肩 沒有啦沒有啦 欸那你有沒有看之前 我幫你買車 然後那個驗稱的影片 啊很多人留言 你有看嗎 有啊 啊有些人留言很難聽 你有沒有不熟 我沒有 我現金買了 對啊 欸我跟你講 大家很多人留言說什麼 D300加300 環哥不要加油加300就好 我跟你們說 這全部的錢都是他自己穿的 他也沒有帶塊 他就自己穿錢 所以呢我就想問 啊你為什麼那麼會賺錢 我買完完 欸有 我是要跟大家說 不要這樣隨便去否定一個人的努力 他很認真工作 啊他現在工作了一半 我要來攔截他 我剛剛還看到有人說什麼 弟弟花百萬買車 姊姊補足子 當什麼姊姊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他很努力工作 不會努力工作 好不好 然後呢 你的四二百愛 下次有幹什麼 先凍氣壓吧 氣壓必正 可以 歡迎廠商來信邏約 好不好 在此謝謝環哥 趕快去工作 拜拜 下車 下車 我帶你回去喔 拜拜 好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二二領愛試駕 跟環哥體驗 影片結束 我是海莉莎的奶